各位好 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历史因果的链条总是环环相扣 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戊戌变法 而镇压戊戌变法又导致了守旧派的反扑 整个国家在1899年前后 陷入到了保守和排外的漩涡当中 山东风起的义和团正好和时局合拍 他们打着扶清灭扬的旗号围攻使馆教堂 使清政府和列强的关系迅速恶化 义和团愤怒的全民们将垂垂牢矣的中华帝国 一步一步的拖入了灾难的漩涡 1900年6月 八国联军清华战争爆发 当月侵略军攻陷天津 1900年8月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直立全境 遭受史无前例的兵灾战火 史称庚子之乱 1901年冬天 庚子之乱刚刚平息后不久 保定直立总督府内 走进了这样一个官员 他武短身材 声音洪亮 一派军人作风 他就是新任的直立总督 袁世凯 袁世凯是1901年在这里 就任直立总督 其中大唐 就是当时他办公的一个地方 大唐的主要职责是 总督举行重大活动 比方说迎接圣旨 拜发读折 秋审都会在这里举行 其中直立当时的管辖范围 也是比较辽阔的 包括有今天河北省的全部 北京天津两市 山东 山西 河南 内蒙 辽宁 等周围接壤的部分都归他管 所以说直立总督 会被称为封疆大力八都之首 直立总督 总管直立河南和山东的军民政务 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 而由于直立省地处荆基要地 因此直立总督被称为江臣之首 晚清时节直立总督还兼任北洋大臣 统领北方地区的外交 通商 还负责训练北洋海陆军 及兴办洋务企业 分掌了军事 外交 洋务大权 一个小战练兵出身的武夫 远何能够一跃成为封疆大力之首呢 远海当直督的 这任命一下来立刻引起全国震动 因为什么呢 袁世凯当年太年轻了 才四十二 而且他当巡抚的资历很短 当时资历老得比他有的势啊 你比如说张世凯 胡王总督 梁王总督 陈春娟 都没当直督 为什么给袁世凯呢 这和背景有关系 因为当时八国联军站着北京 津津吃乱餐子 外国人得需要一个自己的信服工序啊 打交道能够替他办事 他早就看中袁世凯了 袁世凯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当了蜘蛛 在出任直立总督之前 袁世凯曾经当过一年的山东巡抚 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任期内 他坚决地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 即使是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 袁世凯也坚持在自己所辖境内和列强修好 因此他的表现得到了列强的认可 而袁世凯能够顺利当上直立总督 还离不开前任总督李鸿章的鼎力扶植 在中外势力的共同推举之下 袁世凯最终出任直立总督 而这一年他刚满42岁 但是袁世凯马上要面对的 并不是拱卫京师的首善之躯 而是刚刚被八国联军 蹂躏过的百叶凋臂 造匪横行的重灾区 我乱之急 保定乱套 八国联军站到保定 法国站到保定之后 把当时护理的直督就是庭庸杀了 你看外国人公开杀中国地方的最高行政首长 他们简直无法无天 当时残余的一额团 也是四处抗击外国人 有的就变成了土匪横行 社会治安非常混乱 在盗匪横行 太后西逃的中华帝国直立省 袁世凯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必须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这个时候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丽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人就是赵炳军 袁世凯的河南老乡 赵炳军很聪明 很会来事 很快受到了袁世凯的推荐了 一个是内力封印 一个是非常敬硬 因为他长期原来就在半二了 干什么这些东西搞维护治安 有一定的传统的治理社会的经验 赵炳军铁腕的手法 颇得袁世凯的赏识 以杀止乱 是袁世凯早在治理山东时 就信赖的不二法门 经此乱世 赵炳军的横空出世 让袁世凯非常受用 赵炳军更是心领神会 凡是直立等地的土匪 恶霸 也都按照义和团的匪患 进阶诛杀 快刀斩乱麻的方式 迅速恢复了直立的秩序 经此之后 赵炳军这个酷吏式的人物 在袁家班底里迅速窜红 与此同时 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袁世凯的面前 太后皇帝马上就要还都北京 但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 作为战败国的中国 不能在天津市 及金晶铁路沿线驻兵 作为京师门户的天津 一直无人助手 这是不可想象的 袁世凯他就是说 根据《辛丑条约》 天津不能驻兵 就天津还给中国了 但你不能驻兵 联军就说你要驻兵 我不跟你交回来 但是天津不能一直让联军霸占的 你联军霸占的天津 跟京师近在咫尺的话 这个皇上的太后 他也不安心回来 袁世凯就从他五位右军挑了三千人 赶紧弄套警察衣服 坐上穿上神头鬼脸去天津 当警察接收天津去 你说不让我的兵进去没问题 你没说不让我的警察进去 我警察进去维持地面去 所以他最早建立了中国的警察制度 袁世凯 这临时拼凑出的三千警察 是有史以来 中国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队伍 一支强悍的警察部队 理直气壮的走进了天津城 变相收回了津津沿线的主权 而从此以后 警察开始正式地进入到了 中国人的城市生活 那个时候巡警啊 他的职责是非常宽泛的 城市的秩序 卫生通通的有警察来管理 比如说大小便的事 警察你 你要职责 你不能到大小便 你要倒垃圾 警察你不能让你去 在城市 比如说 该这个泼水的泼水 你门前的卫生 这都是警察要承担的责任 这支有着拘留所 被拆所 军乐队等一整套完备机构的警察队伍 为服务与管理群众而设 以防患未然 排解纠纷而做 他们的警员 必须性情温和 朴实 举止端方 做事严正 保卫民众 不得所谢 所以说赵文君制定了 严格的警察管理制度 就是这个资历的警察 办得非常好 我做一个比方 资历警察就和我们前几年 那个山东交经 大地差不多 生意率就那么高 那么高 所以这个资历的警察办得好 就为袁世凯在新政办 其他措施 稳定社会秩序 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仅用半年时间 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 世界上拥有最好的 警察制度的城市 经过袁世凯的铁腕治理 在一年之后 直立各处的社会秩序 逐渐恢复 在天津 保定等地 更是出现了 入不时宜 夜不庇护的太平景象 袁世凯虽然长得武短身材 相貌也没什么过人之处 但是据说他历来的女人缘都很不错 年轻时候众多的风流往事 我们在之前的几集当中有过些许介绍 其实不为人知的是 袁世凯还特别善于和老太太们相处 当然这首先得益于他生长的家庭 袁世凯对自己的母亲非常孝顺 每天早晚都要去请安 如逢母亲有病 还亲自侍奉汤药 而他还有一个二姐 一生未嫁 脾气相当古怪 一直和袁世凯一家住在一起 据说袁世凯就是当了总统之后 每日向姐姐请安的时候 都不敢擅自坐下 恐怕正是得益于 对于这些老太太们心理上的把握 袁世凯从一开始 和慈禧太后的相处就十分融洽 再加上荣祖等众臣的吉利宝举 因此慈禧一直对于袁世凯是宠爱有加 1902年慈禧光绪环朝回京 袁世凯亲帅部队 护驾迎接 当时袁世凯把他从西安接回来 就是这一段 把他坐火车送进北京 又给他放音乐 又什么乐队 军乐队欢迎他什么 那弄得袁世凯 不是弄得这个慈禧太后 还是蛮高兴的 觉得这个袁世凯这人办事得利 那不管怎么说 还是很器重袁世凯的 所以他觉得袁世凯还是可以重用的 这一年 刚刚位居封江大里的袁世凯 在官场上行走得十分小心 为了祝贺慈禧66岁寿臣 袁世凯特意花了一万两白银 从香港买了一辆汽车送给慈禧 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辆汽车 袁世凯和这个慈禧太后 其实这个关系里面应该是多重的 一个就是所谓的君臣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君臣关系 是他们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就是说这个慈禧太后 作为这个最高统治者 那么他的这个欲屈欲夺 这个一言九鼎 这是所有的 包括袁世凯在内 所有的臣子们 这是望之生畏的 就半君如半虎 所以他对这个慈禧太后 其实是谨笑甚微 极力地讨好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谁都可以得罪 唯独这个女人不能得罪 就在袁世凯 小心经营着自己的仕途的时候 中国社会却走向崩溃的边缘 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 清政府旧的体制和官僚系统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八国联军打入中国以后 整个的朝廷这套这套东西 基本上就算 中国这个封建制这套东西 基本上就算被打破了 不能说打败 打没了 当然是基本打破 特别很多地方的官员 他对这个东西 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何去何从 在当时的思想界也好 在当时的观察也好 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议论 中国到底走哪条路 清朝政府也看出了 你补改革不行了 它不仅有一些必要的改革 它没有出路了 它这个清朝的通知 通知不下去了 在这个时候 革新变法成为了 延缓灭亡必须的手段 而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乱之后 保守势力也遭到了 沉重的打击 因为信手条约里规定 就是当时 这个支持杀外国人的 支持伊核团的 和这个 一些个保守的弯国派 有一个名单 有一些个是要杀掉的 有一些个自杀了 有些个弯国派一看 就自杀了 有些被贬 贬到新疆或者是贬值了 就不起作用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就是在很大程度上 薰手条约以后 原来这个武器变法时期的那些个反对派 就是反对改革那些人 从这个肉体上消失了 后来它不见了 就是在这个政坛上的 就是这批人 极大的削弱了 所以这个改革的这些人呢 就是能够可以发挥了 慈禧这不是在八国联军战在北京之后 整个清政就要垮了 他回来之后呢 慈禧呢 不得不改选更张 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势 他就是开始下令搞新政 这个新政啊 他必须得洗刷一下 他新政和原来户区变法 梁启超 康有为他们内容有什么不同啊 他说我这金政和康梁等人都不一样 康梁等人是乱政 我这才是新的 1901年1月29号 慈禧太后颁布圣誉 命都府以上大臣 就朝张国正 励志民生等问题详细奏译 4月21号 又下令成立了以沁亲王义匡 为首的都办政务处 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 这个时候 就在其他老外的众臣 还在观望的时候 一份洋洋万字 共计十条的变法方针 已经递交到太后的手中 因为他这个赢行赢阁这个是太后体会的 那么他上奏就赢 他上奏的这个十条 就赢着太后的赢行赢阁来上奏 他按着这个来做 然后朝廷批准了 按着这个 他实际上直接对着太后 那他太后赢得太后的欢喜 太后对他赢 原来他对太后就巴结 已经有了个好印象了 那么他真正又做出成绩来在这里 为他后来进一步的经营 那大家的一个基础 少壮派官僚袁世凯 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 他意识到这次新政变法 是慈禧太后倡导的 权力参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因此他提出了自己多年设想的 十条变法主张 其中涵盖了励志 财政 军政 教育等各个方面 其实慈禧太后实行新政 一方面刚才讲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自保的行为 他对于这个袁世凯呢 其实是比较器重的 那么在整个这个推行新政观当中 有很多这个行为 因为袁世凯做的也是比较出色 所以常常被赐财后呢 拿来当成样板 然后各地来参观来学习 那么这样对于整个新政的推广 他们两个人呢 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利益共同体 随后很快 袁世凯成为了新政先锋 被委任在直立范围内 试点推行他的新政 他随后也增补进入都办政务处 向最高权力中枢 进一步靠近 1902年的元旦 在京城的各位重要官员 都意外的收到了来自直立总督 袁世凯的大宗探镜 所谓探镜 就像逢年过节发的红包一样 一般的是在年节里 外地官员送给金官和上司的礼物钱财 当时经过八国联军的入侵之后 百叶凋零 其他地方的官员们呢 都是囊中羞涩 无力在行贿 这个时候元旭凯的探镜 无疑如雪中送探 博得了金官们一致的好评 从此以后 元旭凯的执政之路 就平顺了很多 1903年 一封重要的奏折 递交到慈禧太后的手中 她的分量足以改变 全中国读书人的命运 当时的直立总督元旭凯 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栋 湖南巡抚端方 一起联合上奏 奏请清政府 废除科举 结束八股考试 她就觉得科举制度 是造成中国社会 很多问题的关键 因为知识分子 作为这个社会的良知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一个 积极增长的一个社会群体 整天都埋头在这个 古代的这个经典 或者说一些这个文词当中 不能够对社会现实 有所关注的话 那么这种社会力量 就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它就特别主张 进行改变 其实很久以来 袁世凯对于科举制度 都没有好感 早在袁世凯 担任山东巡抚的时候 就已经独自提出过 废止科举的奏议 袁世凯这个人 他就我们说 他自己可能少年受 这个科举制度的影响 这个是自己当前 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 虽然没有走到这条路 但是他对这个弊端 是很清楚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 科举制度受害的 所以袁世凯仇视秀科举 他因为他不是三榜正途 科举起家的 明清时代当官 只有科举起家才是正途 袁世凯不是正途 让人瞧不起 所以他始终有个短 就好像现代人 没上过大学 所以他对这个科举制度 可能从内心里边 有一个心结 他自己可能就觉得 这个科举制度 这个不利于 像他这样的人才的成长 所以他就比较 我们这个倾向于 怎么样去对科举制度 进行一些改变 科举制度 在中国已经延续了 一千多年 是万千如生 安身立命的基础 废除科举 无疑是砸到了这些人 赖以生存的饭碗 袁世凯面对的反对力量 之强大 可想而知 1903年先废除了五科举 就是那个举盾射箭 那个选军人的那个 你上军校去吧 军队已经有一个办法了 那套五科举那个 就是说在那个教长 传统那种考五绝 那个办法一定不 先废除了 那么废科举之后 就使得很多传统世人 失去了谋生的手段 就没有出路了 那么这些人对新日教育 应该有一种本能的反抗 那么在他这个思考里边 就是把这些人 怎么样转成 由反对者变成赞成者 拥护者和参与者 所以他就请这些人 到这个海外 到这个日本去游学 经过短暂的这个速成教育 回来之后呢 成为昔日教育的 这个领导者 或者组织者 或者经营者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反对者变成了一个领导者 1905年 新政府最终接受了 袁世凯他们的奏译 废除了科举 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 尤其是明清以来 600年的这种 人才选择模式 彻底废除 这对中国社会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表现就在 知识分子 由原来的 埋头于科举考试 开始呢 这个发生很大的改变 所以开始有很多人 这个投身商业 甚至包括投身新军 从事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文化教育活动等等 所以这样就使得 新型知识分子 得以孕育和成长 所以科举制度呢 在这个 在这个新政时期 所发生的改变 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 这种结构的变化 产生作用和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有迫还需有力 随后在直立境内 大量的新式学校 也像雨后春笋一样 兴建起来 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开始显现出活力 比如说经费是很大的问题 办学需要钱 那钱从哪来 所以他就从这个经费方面 做了很多的考虑 比如说他提倡公立 就是由政府出钱办学校 那也由民间来办学 提倡民间办学 那就是所谓的民立 或者私立 所以这样的话 就解决经费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袁世凯 在直立新学的高潮中 袁修 捐了三千两银子 办了一所民办的小学 袁世凯 袁世凯抓住这个事情 大肆进行表彰 又是亲自给袁修提字 这个送贬 不仅如此 还向清政府进行推荐 进行表彰 他这样一来 带领了整个直立的官身 来捐钱办学行政的高潮 所以直立的民办学堂 官办学堂 那用一个词来说 如余后春旬 起来 那另外校舍也是有问题 就这些新式学校 它需要一些场地 那怎么解决呢 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就是庙改学堂 他就把一些废弃的寺庙 变成了这个学校 新式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 袁世凯在直立 全面倡导发展实业 袁世凯在前面 我想仅就这两件事情 是功德无量的 我认为 一个是办教育 一个是办实业 办工业 那么他搞了很多展览会 搞了很多这个 当时我们现在叫论滩 当时江岩 是来推广这个东西 叫开启民智 当时起了很大的 所以当时天津市直立地区 是最发达的一个城市 最开化的一个城市 而且是整个这个 河北城地区的一个中心 他同时也叫周学熙 来开办工业学堂 考工厂 展览馆 劍业场 这工商业的发达它有好处 它可以稳定市面 特别是天津这个商业城市 大商部 你破坏的很严重 所以你要恢复这个商业 恢复这个工商业这个基础 对温定党是天津 那个社会的情况 是很有好处的 袁世凯在直立的新政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当年维新派的施政理想 但是和维新派不同 维新派是自上而下的 说服光绪皇帝 采取一种决绝的 雷霆万军的 近似于革命的方式进行改革 但是袁世凯的改革 却是自下而上 采用试点的办法 缓慢地推进 尽量不触及利益集团的 既得利益的前提下 实现了维新派的梦想 也许维新派不会想到 曾经那个出卖他们 首属两端的袁世凯 却成为维新新政 最忠实的推行者 就在袁世凯的新政 在直立开展的 有声有色的时候 在中国的东北 日俄战争突然爆发 日本和俄国 为了争夺满洲和朝鲜的利益 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 离东北不远的北京城内 一时间人心惶惶 甚至一度传出 太后再走西安的传言 但是这个时候 袁世凯却没有慌乱 他难得地想出了 丰满自己羽翼的借口 他奏请朝廷 强敌环四 拱卫京师 北洋军需要扩军 到1905年的时候 他在直立这个地方 编练出六个镇 另加一个邪的新式军队 就是北洋六镇 一个镇多个是一万两千人 到1911年为止的时候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 起码要在占全国新军的 几乎一半上 在清末的政治改革中 不管是军事 经济 还是文化和教育 袁世凯在各个方面 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从1901年开始 到1907年 袁世凯的直立总督任内 他完成了对实业 人事 以及军政的双重把控 而北洋的阔军 更是进一步强化了 袁世凯在军界的势力 七年直立总督结束 袁世凯已成气候 北洋班底正式形成 1908年入秋 北京城内一个重要人物的寿宴 即将举办 满朝文武都在为此准备 当时的中唐大人纳童 甚至亲自摆驾到戏园子里面 去请谭心培谭老板 按照老规矩 谭心培一场只唱一出 但是纳童恳请他 无论如何再唱一出 谭心培信口说道 只要中唐大人给我请个安 一切都好说 话音未落 纳童早已经一功到底了 肯让中唐纳童如此上心的这个寿性 就是袁世凯 这一年的袁世凯 虚岁五十 刚刚从直立总督上调为 军机大臣兼外务部的上书 这时候的袁世凯可以说是全清朝野如日中天 多年的官场经历已经让他安熟为官之道 而在直立总督任上的六年里 他也更是获得了满朝文武的交口称赞 在晚清这个西洋政局下 五十岁的袁世凯就已经成为朝廷的首府大臣 可谓是位己仁臣 但是他的危机也在此刻悄悄降临 明天敬请各位继续收看 《凤凰大视野》 袁世当国之 换海浮沉 稿泡沉 技术